普游马列车翻覆事故造成了重大伤亡 业前一审判决 只有司机员被判刑 遗难者家属是表达了对判决的不满 还有对于司法的不信任 更再次的质疑台铁有隐瞒事故真相 对于此案 江部长王国财也表示 尊重刑事判决 也强调已经行政惩处了 包含局长在内的30人 短短几句话道出满满无奈与不舍 台铁普游马事故日前一审宣判 只有台铁司机员尤正仲判处四年半刑期 负责验收的两名台铁主管都获判无罪 就在事故满三周年这天 罹难者家属再度出面 对于判决结果无法接受 凌难者家属重申台铁没有改进 把责任推给司机员承担 原以为司法会做出公正判决 但等了三年却还是换来 更失望的结果 不禁质疑司法也在配合演出 翻车这个点就是错的 台铁提供的是一个假数据 对 是假数据 对 不只怀疑台铁伪召数据 临难者家属也认为事故与超速无关 台铁隐瞒列车总风缸施压 低于安全值的事故真相 一开始就不能出车 更没有提供原厂保养手册 给相关单位依询 针对普悠玛案 交通部长王国财则回应 车辆采购有行政疏失 因此已经行政陈处三十人 至于法院的一审判决 他仍表示尊重 至于罹难者家属指控台铁 隐瞒的事故真相 在截告前台铁尚未做出回应 基础传军陈立峰台北报道